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金慧经验自然食材的家常菜 三十年来创造出上千道的美味素食料理 洋菇 玉米 徐阳在金黄龙汤里面 热乎乎的泡泡冒出美味的声音 吐司柔和香鸡饭 裹上起司 烤出扑鼻的焦香 与炊弦的诱惑 拿出碗筷 一起赞叹金慧妈妈 金黄炫目的美味魔法 现代性素派 健康对咱来 我们亲爱的金慧妈妈又来了 金慧妈妈你好 阿珍姐你好 大家好 看到金慧妈妈会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金慧妈妈只要来烧菜 我们现场会呈现暴动状态 大家会做东西吃 真的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这样子吸引人 菜吸引人 人不吸引人 就说你吸引人 你人带菜来 简直就要搞到他们这么大暴动 这个不晓得为什么 你看他们这样抢着吃你很开心 很开心 真的 真的就是很开心 所以一个做料理的人 最喜欢看他就是这样的状况 对不对 大家好爱好爱 他做的这个东西 但是今天我们做这个料理 我想小朋友也会爱得不得了 叫做什么 对 我们小朋友吃素的话 要变花样 要做造型 那小朋友就会很喜欢吃 那我们的香鸡饭 因为现在有的人就是 要煮一点点饭不方便 要不然就是没时间 那煮一大锅又吃好多天 所以一包香鸡饭 我们就用香鸡饭 那香鸡饭实在是很方便 用香鸡饭做变化的吗 做变化 对 那因为香鸡饭 大家就是要懂得怎么泡 好 那等一下我们就来泡 那除了香鸡饭之外 今天要准备其他什么样的食材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好 首先我们看到的 就是要学泡香鸡饭 香鸡饭泡不好吃 泡的比例不对 没吃 对吗 他们会怕 只是怕而已 怕说不知道怎么泡 其实泡太干的话再加水 泡太丝就吃稀饭嘛 也很简单嘛 我经常是泡稀饭的 那我们因为把那个香鸡饭 去焗烤 一球一球 然后我下面要垫面包 那因为香鸡饭其实它有很多口味 那我会添加一些新鲜的玉米 小朋友比较喜欢吃 那这个香鸡饭你用的是哪一种口味 这个好像原味吧 蔬菜原味的 蔬菜原味 它没有加一些调味 我没有加调味量 那我现在就是说把香鸡饭怎么泡 香鸡饭就是1水就是2 就记这样就好了 那1斤那就是2斤水 那2斤水的话 2斤水就1200cc 那1斤饭的话就是600g 像我现在这样1碗嘛 那我就加2碗水 是 好这个要记喔 2碗水这样好 2碗水 一样大的2碗 对 有时候真的办活动 那我们买的很大包 而且也不好记啦 就是要多少瓢不好记 那我现在把水煮开 就这样煮开 煮开然后我就把香鸡饭倒下去 可是它因为要焖 要时间 要一点时间 要一点时间 那它煮开 好 首先煮开 那因为香鸡饭 它比较没有粘性了 因为它干燥 干燥过了 所以我们又很多的那个 浸湿的粉嘛 像五谷粉啊 薏仁粉啊 那我今天用的是那个燕麦 燕麦薏仁粉 燕麦薏仁粉 那你先想想看 我们的香鸡饭 然后又加玉米啊 或加燕麦薏仁粉 它的营养是很够 那你假如说加玉米 那小朋友不吃红萝卜的话 我也可以加一点红萝卜在里面 混在里面 看不到 吃进去了 那也可以拌葡萄干啊 或是坚果啊 所以我不调味 所以这个是原味的 原味我不调味 那那个调味包留着煮面 也可以 很好 那水滚了 我就把它倒下去 来 因为它还要时间嘛 是 就把它这样子 对 让它泡 膨胀起来 好 但其实它滚了以后 是要把它焖的啦 好 就是关火 盖盖子把它焖住 然后等一下就会膨胀 等一下让它膨胀好 好 那现在呢 我这边是膨胀好 这个已经是膨胀好 但是也都加了什么 我加了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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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玉米再加进去 我们在香气饭好像还有玉米口味的 对不对 有玉米口味 可是它的玉米是干的 干的 所以 甜分没有那么甜 所以加点这个新鲜玉米是甜的 可是这个要让它膨胀 好 是 等一下再来看 好 好 那我这个就是它膨胀以后 我加了那个益豆粉 就是你五谷粉啊 益豆粉啊 什么燕麦粉 就是这些粉都可以加 但它膨胀之后 我再加 趁热加还是冷的加 热加 冷加都没关系 对对对 那调多少比例 多少比例就粘粘的就好 好 你就适量 就粘粘的就好 把它调到就是饭有粘性 有粘性这样就好 好 那我现在就是因为你这样举 放了起司丝 去举的话就粘在铁盘上嘛 所以我必须要那个下面垫一个面包 那垫了面包也有饱足感啊 所以这个请问一下 这个就是加了像叶麦益人粉 我们把它已经调好了 变成就是一球一球的 对对 我这个有蔬菜在里面 所以有颜色 还加了其他的料 不是 我原来那一包啊 就是有一些菜在里面 所以就变成这个颜色 好 那我下面包就把它切小块 因为很多妈妈就说 小朋友不知道要给他吃什么 有时候吃到他会觉得说没有花样 我们就是这样都觉得说 怎么每天坐来住去都是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其实东西是那些东西 只是变形而已 对啦 就是不会变形 变一变形 对我们吃香鸡饭 我们是吃过那个什么寿司 各种寿司 还第一次看到它变成一个焗烤 而且还做小点心 因为那个面包干干的嘛 加什么 加一点点 涂一点那个沙拉也可以 涂一点奶油也可以 这样涂好 哇太好了 而且你要焗烤一碗的饭 就是一盆的饭 那个感觉又不一样 这样就有点就是很新奇 很精致又新奇 那我这个是我捏了一球一球 把它裹好 起司丝要让它软一点 有时候冷冻拿出来 冷冻拿出来 不好弄 它黏不住是不是 黏不住对 所以反而你要让它划一些 让它划一下 对 柔软一下它会比较黏得住 对 这样子喔 这样一球一球 喔 那要拿去烤 好可爱 这样好像彩球喔 嗯 所以说在香鸡饭 真的是发挥了很多的功能 对不对 这样是吃太好了 吃太好了 对啦 当然如果说是在一些 比较克难的时期 我们就直接香鸡饭泡水 其实也可以有饱足感 像我们吃素饼的时候 到外面去不方便 带一包香鸡饭 对 很方便 像拍戏的时候 只要有水沖一沖 也是可以饱 但是呢 也可以拿它来做一些变化 就是有时候很忙啊 没办法 就是煮一点饭很麻烦 这样很好用啊 很快啊 马上就泡好了 随时晚上想要做 泡一包香鸡饭就可以做了 不必再煮一锅饭 我女儿很喜欢用香鸡饭泡一包 就当做宵夜 而且本来香鸡饭 我想要做成炖饭 后来想说炖饭应该很简单 我是把剩菜倒下去 在那个砂锅上啊 菜汤啊 还有一些汁啊 像炒一些东西的那种酱汁 混一混 然后就放在锅子里面煮 把它煮软了以后 加一点青菜 青钢菜或什么菜 那这样就变成外国的炖饭 是不是这样子 是 没错 就变成意大利炖饭 对啊 就我们是台湾炖饭 那如果说把这个炖饭 把它稍微干一点 再把它上面铺到起司丝 再放进烤箱里面 就焗烤饭 原来就这样变化 而且速度很快 还不用说还要洗米啊 不用 因为一下就熟了 很快就好啊 对 好 那现在来看那个饭 这个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哦 那个饭现在已经泡了 会是什么样子哦 因为差不多要泡个30分嘛 我们没有那么 没有泡那么久 所以现在就是来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样子 好 因为它是完全干燥的饭 完全干燥 所以要泡久一点 对 香鸡饭可真的是发挥了好大好大的功能 像那个什么 各种的灾烂的时候 哇 那个香鸡饭泡一泡 就变成 再配一个咸咸的菜 就变成一个好棒的便当 我那边有一个焗好的 我们现在要一个什么 焗好的 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 在家里先焗烤过了 那个已经热了嘛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用凉先预热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在这个头一天晚上 把这个焗好 把这个焗好 把这个部分焗好 第二天 早上再把它焗焦一点 再焗焦一点 就像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可以变早餐了 对 那就给它焗焦一点 就给它焗 等一下 这上下的 对 上下火 好 那这个 这个香鸡饭水收干了 是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好 水收干 那我就来加那个 那个粉 先教给大家看喔 就是这样让它有黏性就好了 对 有黏性就好了 那这样子是不是 小朋友吃到很多的 这些营养 好 它就比较粘稠状了 等它凉透了以后 就可以捏成球球 凉了再捏 因为热的话气质会化掉 是 所以一定要等到凉 等到也比较好操作 对 比较好 一球一球 对 就变成这样子 我刚刚我是在家弄成一球一球 所以这个过程是这样子 好 这样大家了解了 好 那等一下那个就 我们现在就等待那个 焗烤之后 是看是什么味道了 好 香鸡起司球 做法是锅中放入 200cc的清水煮滚 然后再放入香鸡饭 玉米粒 焖熟 再加入少许的燕麦 一仁粉拌匀之后 搓成小球状 吐司去边切成小块之后 涂上沙拉酱 再将饭球裹上起司丝之后 放在吐司上面 接着放入烤箱 用250度焗烤至金黄色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放进烤箱里面烤了也不一定要烤多久时间 就是要用眼睛看到它变成这样 烤箱大小不一样 对 热度不一样 对 它的用法不一样 因为这个等于是回烤 对 回烤以后就是你只要用眼睛目测 它的上面起司都化了 对不对 金黄 对 很好吃 然后烤好以后 敬畏妈妈说 不能够放在烤箱里面焖 焖的会 又回软 会回软 所以要赶快拿出来 对 好 那我们先把它拿出来放在旁边 放在旁边 那接着下来再做个什么 做个玉米浓汤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燕粥玉米浓汤 材料有黄玉米三条 红萝卜三分之一条 蘑菇七颗 无糖燕麦一人粉一碗 玉米粒一大碗 调味料有盐两茶匙 冰糖一茶匙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怎么煮才会让它比较好吃 好 我们用玉米 还有红萝卜还有蘑菇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菇先煎一下 要先煎喔 切片煎一下 我来开个火 那因为这个是玉米浓汤 所以这些配料不要太多 菇太多会抢到玉米的味道 抢到主角的味道 所以它只是那个 增加一点滋味 增加一点料 让人家说 哎呀 里面有料 那种感觉 不是只有玉米 不是只有玉米 好 那红萝卜是加颜色 都要煎一下吗 红萝卜不要煎 我先切好了 好 那我现在就让它这个锅子加热 好 让锅子加热 红萝卜是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超过玉米粒 对 也不能够抢主角的这个风采 然后 这样子 好 那我先煎一下菇 煎菇 好 好 这不要太油 好 煎一下 煮大锅一点 好 最好是蘑菇 如果说没有的话就用别的 香菇也可以 新鲜香菇吗 这个香气才会出来 菇的香气才会出来 不然的话有一个炒汁米 好 煎好了 这么快 对啊 很大 好 我把它关掉 我先加一点水 好 把红萝卜先煮软 那我现在来讲玉米 好 来讲玉米 平常 平常玉米 玉米浓汤 大部分都会买罐头来煮 对啊 方便啊 方便 对 那因为 现在玉米又 又新鲜的又好吃 然后又便宜 是 那没有办法买才吃罐头的 哦 如果说正好是玉米产季的时候 对 玉米 其实一年四季都有 那玉米 我这个是用果汁机把它打成泥 打成泥 全部都是颗粒打成泥 那当然要加一点水 因为我们等下煮汤就是要有水 那其实它很甜 这个我汆烫过再去打泥 所以说你是汆烫过以后 再把它去打泥 不汆烫也没关系 因为等一下要煮 因为我从家里拿来 我怕要炒生 是 但是 那这样子用普通果汁机就可以 可以 那还有很懶得拿果汁机 因为很多人想要 动一大堆机器它不要 麻烦 好 那就用这样子 这样也可以 但是这没了没了没了 很久时间 因为它家里煮一点点而已 因为现在的家庭 不会煮很多 那是不是情愿用果汁机 如果是想 我这样子的话 我还是用果汁机好了 比较快一点 这也是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方法 并不困难 可是如果说是 我们要做一些料理是 好像勾芡 上面要加上一些玉米的香味的话 是可以用这样子 这样子可以啊 像我做玉米饼 我就这样磨 上次也做过玉米饼 就用这样磨 因为用果汁机 你倒不出来 你要倒出来的时候 会黏在果汁下 而且水分可能会太多 它加水 那我这样磨来做成玉米饼 所以像这样子 调成面粉做玉米饼 会刚刚好 这是一个好方法 对 因为它这个是很浓 那这个还可以去熬汤 好 就照这个方式来做 这个红萝卜让它煮软 你看到没有 也是一样很漂亮 好 我这个直接倒进去 好 好 好 这个就是 哇 这是一锅美味的玉米浓汤 然后 这边再倒一些水 好 然后玉米粒下去 让它有口感 因为 泥泥的嘛 没有吃到东西 玉米粒咬起来也很甜 因为红萝卜是点缀不要太多 红萝卜其实它是很好的东西 可是有些菜 你红萝卜加太多 就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那个 把它的那个美就破坏了 像穿衣服一样 你穿个泰花也不好看 我们就几颗点缀就好了 那蘑菇也是几片就好了 有时候那个蘑菇还是有它的味道 是 假如抢过那玉米 那就不太好 是 让它煮滚 煮滚 那以往的话会加鲜奶 对 那我们现在 就用我们的燕麥薏仁粉 是 可以 所以燕麥薏仁粉 它也是有那个 它有天然的那种香味 对 那还有那个浓稠的感觉 不用煮那个 濃汤 濃汤以前是用面粉 炒面糊 炒面糊 那我们加这个又健康又有营养 又有浓度 真的喔 所以其实燕麥薏仁粉 就可以代替濃汤的那个 代替那个汤的濃稠 濃稠 它可以代替面粉 那它可不可以代替像 我们勾芡那样的效果 它就是勾芡 因为它有点点甜 甜味 一点点的汤 我买这个是原味的 原味 所以你要勾芡看什么菜 比方说勾那个白菜高丽菜 那就不太适合 是 如果说要我们 让它浓汤的感觉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勾芡的东西 是有点带甜味没关系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代替太白粉吗 可以代替 那像那个叫什么 薏仁粉 全原味的薏仁粉 原味 我们近似书圈有 就是没有加燕麥 原味的都没有加 是 一些奶香味 那个就可以完全代替太白粉来做勾芡 来勾芡 好 健康了 薏仁粉 好薏仁粉 千万记得 薏仁粉很黏 我会拿来做玉米饼啊 南瓜饼啊 你是说原味薏仁粉是不是 原味薏仁粉 因为它很黏 它的黏度很够 真的喔 好 好 我现在来加 加在这个 好 我怕它下去会一坨一坨 这样 所以先要调糊 水要多吗 不用 这样可以 好 好 等一下调一调 那因为我们 因为浓汤嘛 要有一点那个 就是咸味 还是要加一点盐 好 加一点甜细细 好 加一点盐 那玉米是有甜的 已经有甜 是 因为我们弄一点点的冰糖 让它提味 它是有提味的功效 提味的感觉 吃不出它的那个甜 所以你看多健康 不需要用面粉来做浓汤 也不需要用太白粉工具 那个浓汤 这个玉米浓汤 没有人家用太白粉的 也没有嘛 对不对 有的人有啦 可是那个就 有啦 夜市场在哪里 夜市场够 有啦 但是我们自己在家庭里面 我们是可以尽量用这样子的 天然的粉料 这样子来代替它有营养 它有那个 你看有浓稠感 然后玉米又很便宜 有时候 有时候那个白的玉米 不管白的黄的 我会把它削一削 打成泥 然后来做那个玉米浓汤 那因为它的汤是比较白 那我会放一些玉米红的颗粒 那也是用这个汤来勾芡 很好喝 很好喝 就比较有味道 因为它还有一种很特殊的 像代替牛奶的那种奶香味 这样就好了 好啦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吃了 可以吃了 然后配那个焗烤的 好 它们很配 对 来 燕粥玉米浓汤 做法是蘑菇切片 红萝卜切丁 玉米磨成泥来备用 起油锅炒香蘑菇 再加入一碗的清水 以及红萝卜煮软 再将玉米泥 玉米粒 适量的清水入锅煮滚 接着再拌入用清水 调匀的燕麦薏仁粉 煮成浓汤状就可以了 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吃这个玉米汤 你刚刚不是吃了吗 我跟你们说超甜的 真的超甜的 真的是原味 好好吃 在这里不打忘了 一定要说非常好吃 因为刚才是派人家来讲 然后呢 这个很有饱足感喔 对不对 现在就会饱的呢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玉米本来就会饱 对 它也是 原著名的主食 对不对 而且很营养 那像这个就是早餐 我们就可以来吃这个 哇 好酷 这个应该是小朋友的最爱 居然是香鸡饭 这个可以切来吃 好好吃喔 早上 就是把它只要花几分钟回烤一下 晚上先预烤 让它融化 早上就给它烤焦一点 你知道吗 这个早餐哪有小朋友不爱的 然后再煮一碗玉米的 又好吃又营养 对不对 好 你看 金慧妈妈来的就是不一样喔 感恩您 嗯 要注意 booking 吉他